朋友们大家好 一人一车自驾阿里达环线 现在来到的是渣达县 侠义沟 土林景区 看看我头上天空中的光用 我一抬头看到天空中的这个光用 惊呆了 厉害了我的老铁啊 有的时候自然真的很生气 看到这又大又圆的光用 渣达土林属于渣达县国家地质公园 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侠义沟的土林 这里的土林千奇百态 形状各异 天马星空 任凭你的想象 阿里地区渣达县 乡滋乡附近的侠义沟土林 有着独一无二的土林地貌器官 总长五公里 左右共分部约十几个小沟 自称其中 会让你不由的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生工之伟大 土林下部为沙粒及黄土分层 最上一层含铁矿层 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雨水的冲刷而成 是大自然的各种力量千万年不断斗法的结果 尤其是那孤立的土柱 一根根直耸溶消 让人浮想连翩 可以勾起你无限的联想 狭一钩土林 造型奇特 形态各异 在阳光下呈现出 红 白 黄 蓝 等多种颜色 五彩斑斓 这里也被誉为是扎打土林的精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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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车开到这地方来 一会儿我准备开着我这个面包车走这条路可以往里面去 开车来到这里面 感觉像到了迷宫里面 还可以往里面走 这里面真的很壮观 奇幻土龄 过不去了这里 你看这些旅游的人啊 素质真的很低啊 这个瓶子 到处乱生 这里还有 咱们给它剪一下 看到了就 那咱们看风景的同时呢 也顺手把这个垃圾给带走 这种东西在高原上面它是没办法分解的 这个可能就是有些车友上面的 防晒的那个 你说扔在这里 高原上面它是没有能力分解这些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看哦 你说这么漂亮壮观震撼的土龄 你们到这里来游玩的同时 你忍心把垃圾扔在这里吗 这都是饮料瓶扔在这里面的 这个地方太陡了 很容易滑下来 增心希望那些旅行的人到这里来 不要乱扔垃圾 其实在景区这里 就有垃圾桶的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随便一剪两大包 我觉得顺手拎过来 放在这个垃圾桶旁边 他们会有人打理的 为什么非得乱扔呢 爱护环境 从我做起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 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